今天我们来阅读杨周曼 作者是南宋文学家、音乐家江奎 他的才艺还包括书法、音乐、诗词等 都有很高的造诣 我们先来读一读杨周曼的全文 再来一句一句的解释 创然感慨今夕 因自夺此曲 千言老人以为有属离之卑也 怀左明都 逐夕家处 解安少住出城 过春风十里 近济脉清清 自胡马窥江俱后 沸池桥木游艳严冰 见黄昏 青角吹寒 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 蒜儿精 众道须精 纵窦寇慈宫 青楼梦好 难赴深情 二十四桥仍在 波心荡 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 年年之为谁生 纯兮秉申至日 就是指的宋孝宗的纯兮三年 也就是公元1176年 今天是冬至 与过围阳 我经过扬州 围阳是扬州的旧城 昨夜下了大雪 刚刚停止 夜雪出季 季脉迷忘 野生的麦子 杂草 放眼望去 满眼都是 入齐城 进入扬州城 则四顾萧条 环顾四周看看 一片萧条的景象 寒水自闭 寒冷的河水 呈现出碧绿色 木色渐起 木就是夜晚 渐渐的天色渐晚 树脚碑银 城防部队的号角 凄凉地响起 宇怀创燃 我的内心悲凉 感慨于扬州城的 今天被战争节略和 以前繁华都市的变化 因自夺词曲 于是自己谱写这首曲 千言老人以为有 属离之悲言 我的书岳父 认为这首词 有故国残破的悲意 千言老人 南宋诗人 萧德早 自东夫 自好千言老人 江奎曾跟他学诗 又是他的侄女婿 淮佐明都 扬州是淮东著名的大都会 竹西家处 竹西亭又是名胜所在 解安少住出城 解下马安 短暂停留 旅程的最初阶段 就在这里 淳西三年 也就是公元的 176年的冬至那天 我经过扬州 夜里刚下过雪 雪停后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野生杂草 走进城里 环顾四周 一片萧条景象 寒冷的水面 泛着闭塞 木色渐渐降临 城外的军营里 吹起了悲凉的号角 我心中感到悲凉 感慨今夕的巨大变化 于是自己谱写了这首词 千言老人认为 这首词表达了 像鼠梨一样的离别之碑 扬州是淮东的著名城市 竹西亭是扬州的圣地 我解开马鞍 在旅程的开始 只稍作停留 过春风十里 经过原来繁华的扬州城 这里的春风十里 就是指曾经的扬州长街 近济脉清清 现在满眼济是清清的野生麦子 野生杂草 自虎马窥江去后 自从金兵进犯长江 回去之后 废池桥木 现在只剩下荒废的城池 和古老高大的桥木 游艳言兵 现在人们很讨厌 谈论战争的事 渐渐地进入黄昏 清脚吹寒 凄凉的号角 吹响着 都在空城 全都在洗劫过的扬州城 空中回荡 杜郎俊赏 杜郎就是指的杜牧 他曾经游历观赏过扬州 算而今 尿想他再来扬州 看到如今的景象 重到虚惊 严重到他必定惊讶 纵窦寇辞宫 纵使杜牧能描述 青春年少的优美的词 青楼梦好 还有能描写过繁华地方的词 写过美好时光的词 难负深情 却难以写得出来 表达扬州如今遭遇 劫难的悲痛情感 二十四桥仍在 二十四桥也叫无家砖桥 仍然存在 波心荡 桥下的水面上波纹荡药 冷月无声 月光漆冷 四周寂静无声 念桥边红药 想到桥边的勺药花 年年之为谁生 一年一年的 知道为谁而开吗 经过十里扬州 放眼望去 尽是野生杂草 自从金兵入侵后 荒废的池塘和枯萎的树木 人们还厌恶着说起战争 渐渐到了黄昏 清冷的号角 声音吹得让人感到寒意 这一切都发生在空荡荡的城里 杜牧当年曾游历扬州 以其财情风流著称 如今要是他重游扬州 定会感到物是人非 大为震惊 即使杜牧师 善于写青春年少的词 善于写繁华地方 美好时光的词 水平那么厉害 也难以写得出 此时对扬州 被金人劫略后的悲透深情 吴家砖桥 二十四桥仍然还在 桥下水面依然流荡 桥边的勺药花 年年碎碎 不知为谁而开 扬州曼 这首词是作者写于 宋孝宗纯熙三年 一一七六冬至日 此时将回二十余岁 根据此前小旭所说 其实作者初访扬州 这是经过最近 两次战乱洗劫过的扬州 作者见到城内城外 一片萧条景象 联想到古时繁华的扬州 心生感慨 自度辞取并填词 以计怀抱 扬州自隋唐以来 即处于大运河 和长江航运的枢纽地位 也是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商业发达 誓死繁华 唐末著名诗人杜牧 曾为淮南节度府长书记 淮南道的治所设在扬州 他在这里写的 关于扬州的诗篇 给江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上就是扬州漫 我们下一天再见 是给江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里写的几岁 这一天写的诗篇 是最后一天写的 是最后一天写的诗篇 是最后一天写的诗篇